那我們今天先報告有兩例新增的 境外移入的個案 那720是緬甸幾十多歲的男性 那我們有匡列他同車的接觸者6人 因為沒有適當的防護 列為居家隔離 721案那是印尼也是多歲的男性 那我們有匡列一個個案的接觸者1人 列為居家隔離 那另外有關於口罩實名制 從要實施這樣的一個新制 第一個改變當然就是 直接在出廠的時候就會完整的 這樣的一個包包裝 然後第二個我們在 售價上在片數上 所以以前是9片45塊 我們變成10片40塊 那我們在這裡面這次大概 我們這次大概就是中低風險的國家都沒有 因為澳洲本來是中低風險 那現在情況現在已經越來越好 泰國或是越南其他的那種所謂的 應該什麼產業移工 這一方面就沒有做這個 檢疫完的14天的採檢 那我們現在也宣佈 那這個也是一樣要做 檢疫完的一個14天 檢疫14天 居家檢疫14天後的採檢 那才會進入到自主健康管理 廠歷 本來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